在你的材料上面你先經過一些整理之後 整理完之後你就先過失你要什麼樣的圖案 那你這個圖案是要用什麼方式去呈現 比如說我現在是要刻一個門牌 那我的呈現只要用線條的方式 我只要把這個線條把它刻上去然後加深 那這邊它就是要做一個特殊的效果 它只在旁邊加一些點上去 如果說你要做一個比較多的變化的話 就類似這個 那我這個是要做洋雕的方式 那洋雕就是突出嘛 那突出你就要把旁邊的剪掉去掉 那像這個的話它就是一種拓印的方式 經過刻製完成之後一樣做陰桿 烘桿完之後就去燒製 燒製完成之後我們就用宅集便寄給來晚的遊客 他們就會拿到屬於自己製作的一些東西 這是獨一無二的客製化 是 就這樣子 謝謝